原创作品高潮提起央视春晚的导演组成 今年的春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以接地气有心意 要真情的表现方式 任人诠释喜气洋洋欢乐吉祥的节目主题 语言类节目全方位创新 对央视春晚知情人士透露 苟语央视春晚给语言类节目 创意类节目充分的时间 让不同艺术形式在春晚舞台上展现 语言节目的创新体现在题材阵容及手段上 以题材为例 既讽刺了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也讽刺了某些行业从业者不敬业的工作态度 既反映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人民友谊 也体现海峡两岸人民割舍不断的同胞亲情 在演员阵容方面 汇集全国劳动卿三代演员 此外在表演中融入国际符号 并会借助新媒体手段打造全新喜剧效果 说起在春晚上露脸最多的演员 有国众认为是南茂金霄的演唱者李古一 但其实上春晚最多的是冯巩 今年将是他连续32年上春晚 他表演的 《怀爱诗词》 仅仅抓住了文化综艺的热潮 特别节目是国宝回归环节 2017年的电视影评 文化类节目的热播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 今年的央视春晚则以更具新意的表现方式 展现中华传统文化 据细 中国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也被搬到春晚舞台上 以特赦的国宝回归环节来呈现 张鼓立将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其祥 展示一件刚刚回归的珍贵国宝 思路山水地图 春晚是全球华人在春节时的一道 必不可少的家宴 今年的春晚则拓展新视野 适当安排国外节目 和融入更多的国际化元素 将春晚文化覆盖到世界各国 使中国春晚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品牌和名片 最了解 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外国艺术家将会参与演出 俄罗斯小白画舞蹈团经理 谢尔盖奥祖夫斯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整个春晚的团队超级专业 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节目质量 符合春晚演出团队超高艺术水准的要求 艾尔来自非洲 肯尼亚的铁路成员和歌舞演员 也将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和正海等明星演绎一个关于中非友谊的小品 歌舞类节目 老天后怀旧 小鲜肉贺岁 央视春晚歌舞类节目一直是潮流风向标 草红过众多的歌手和歌曲 也是年轻人最爱的节目类型 否年充满歌舞类的亮眼之一 肯定是王妃和纳英的在座携手 岁月 能否像当年的相约1998一样一夜暴红 一直引领时尚的王妃会穿什么 能否像当年的双丸子头一样红到现在 另外一位天后张曼玉 将和郑当红的王凯杨阳一起表演 我的春晚我的年 当年张曼玉和梁朝伟在央视春晚表演的花样年华 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 这一次搭档两位小鲜肉 不知道张曼玉将展现怎样的风采 怀旧阵容强大 小鲜肉阵容则体现了春晚向年轻观众靠近的趋势 彭俊凯荣源依阳亲戚的《相约2035》 零点色彩歌曲《架狗》 则集合了赵立衍、吴亦凡、杨幂、景博然、张平爱、马天宇、郑爽、SNH48、张继科、宁泽涛、马龙、柯杰等文体明星集成混岁 几乎当红的流量明星都包含其中 唯有与你同行 与你同行 才能把梦追寻 曼乎辑